这两个咋的 哦 拜城 哇塞 拜城旁边就是吉尔基斯斯坦了 你知道到拜城要拜什么吗 拜城啊 要拜甜甜圈 因为拜拜甜甜圈 在家 你们拍戏是不是骑过马呀 对 拍戏的时候有骑过马 那可能是个夹马 拍戏还拍夹马吗 我们是真的 嗯 跟郝应该也骑过 也有缰绳的是吧 难不成直接扒在马背上 抱住马脖子 人后来讲过就是那种马 他通过你上马的时候 就知道你会不会骑马 要不会骑那马又欺负你 就不听话 那你骑他身上他也不管你 不管你 因为他感觉到你不会骑马 但是他没有感觉到我会锁猴功 你知道我不会骑马吗 你知道我不会骑马 不知道我会锁猴 但马应该锁不动他 马的脖子 马的脖子比我腰都粗 所以就是去那边 就是大家还是要 多听那个教练 他们教的那些东西 一般你看那种 跑起来马头会抬的那种 那种马就是猎马 最好以前的武侠电影里面 不都是那种 我觉得战马应该很温和 战马应该 战马是最吓人的马 战马只听主人的 也不能被踩到好像 踩到你的脚也很危险的 其实被踢的很少被踩的更多 注意安全就好 马咬人的 咬人哪 咬人很痛的 哦那个马的牙齿很猛的 马牙 什么动物的牙齿最黑 蛮蚂蚁 蛮蚂蚁 为啥 蛮蚁啊 嘿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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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右边那个是毛毛驴吗 哎 这个羊哎 哈哈哈哈 那是小驴子吧 那个那是驴 兄弟 怎么可能是驴吗 那个明明就是鸵鸟 哈哈哈哈 那是罗子 鸵鸟鸟 鸵鸟 是恐龙 你已经来到了恐龙区了 哈哈哈 哦 这种做马的感觉 先感受一下 哇这下面都是雪 哪是雪 这下面你自己看雪块 哪是雪啊 这不是雪是什么 这就是泡沫板 哇塞 我看那边雾后面 那不是山吧 那是云吧 是雪山 在十一点方向 哇那不是山吧 是 雾气好大 那是山的话 我夸张了兄弟 真的是山 哪有 真的是山 我感觉我们就像没见过世面的人 我本来想说一句特别没见过世面的话 我本来想说哪有那么高的山 这真是小 厉害 不知道是谁哪一家人住在那个地方太孤独了吧 就一个人 哇这要是天黑了那地方得挺吓人啊 因为无人区那个电影不就是吗 我的天哪天又黑了 真的是无人区 哇兄弟住在这应该是别有一番体验 我跟你说我要是住在这我觉得天天骑马 我根本不会开球 住在这也没地方加油呀 在这怎么养马呀 连草都没有 哎是不是因为现在是三月份 所以这边都是秃的 没有没有树木 不不不不不 这到几月份这也是秃的呀兄弟 也是 这不是传说中的戈壁吗 对戈壁滩 肯定好多新建人都没来过这吧 肯定啊 这里是新疆西部 我生长的地方 这里是新疆西部 我第一次来这地方 西部牛仔各位准备好骑马什么 哇有两个人在路中间走哎 走得跟车一样快吗 哈哈哈哈 这么多泡沫你看 好多泡沫板啊 好多泡沫板啊 哎这个左边泡沫板右边戈壁滩的 这风景还有一点有点反差啊 为啥呢 上面还在这个大雪山呢 因为又就是这么火热 哈哈哈哈 不会收手机不进去 不可能 部队反而不太好说 部队说实话 是要收手机的 对啊按理说 部队肯定不能把手机给到你啊 别说了别说了 待会要收了 别说了别说 别说你在爱我 收了怎么办嘛 还不是得交你就不对了 人家说你怎么办 那就怎么办 军事进去 哦这里车不能进 得走过去 要让我们自己去找连长 我们下车要自己去找连长 兄弟们 我好紧张啊兄弟 走吧